报纸登出,百利公门口一辆车撞倒了一个指挥交通的执法人员。 难道这个人真的有心去撞他吗?有深仇大恨吗?肯定不是,因为某些原因,我经常出入百利公的那个停车场的路口,对这个路口很熟悉,它是左右两边都可以出的一个路口。 这让我想到新加坡人的驾车习惯,因为新加坡是个法治国家,红绿灯那就是法的象征,人们绝不可以闯红灯。 所以人们在常年的驾车习惯上是看灯不看人,它跟我小时候生活的北京不一样。 北京有时是人和情掺杂在一起的,比如说我在北京驾车,有时是看人不看灯。 为什么呢?有时小路啊,闯个红灯什么的,因为没有相机拍照嘛,有时看没人,我就过去了,走了漏洞。 在新加坡不是这样的,新加坡是绝不走漏洞,看到灯,红灯一定停,看到绿灯一定走。 就是前面有人过,在他的头脑当中,意识当中,这个人的重要性是没有输入他的大脑皮层的,因为他关注的是红绿灯,是法。 所以说,在这个百利公的出口的地方呢,这个驾车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前面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。 他想,这个地方没有红绿灯,是可以出的,我只要看到主干上没有车,我就可以从支路到主干路。 这也让我联想起在新加坡马路上的斑马线。 小学生过斑马线,他是根本不看左右,一直往前走,最多是手举起来。 可能是老师教导小学生们,你过斑马线的时候,举下手,让驾车的人关注到你,因为你很小,你举下手,你的面积比较大。 我在路上等斑马线的时候,经常看到小学生过马路,举着手,低着头,一直往前过。 他不看汽车来的方向的。 那么我就想到,万一有一个喝醉酒的人,或者心脏病爆发的人,这辆车冲过来。 那吃亏的是谁啊? 是,小学生没有错,但是你根本都没有机会在上庭跟他辩论了。 所以说,我鼓励我的孩子,不管斑马线,还是红绿灯,绿的人行道,你都要看左右,有没有车,保证安全。 什么叫意外,喝醉酒的人失控,心脏病的人失控,撞过来,那就叫意外。 如果是你左右看了,你可能就停在那里,只看灯,不看车,是遵法了,但是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习惯。 所以百雷公,这个驾车人士,并不是有意撞上这个疏导交通的执法人员,他只看大陆有没有车,没有车,他知路就可以趁机赶紧归到大陆。 我的猜想可能是这样,所以说,鼓励驾车人士,不但要看红绿灯,也要看人。 那么执法人员,你是执法,没有错,但是你站的位置,也要相对安全一些。 谢谢大家。